红中出口 大决心境最初能够入一切感受叫做下 下者五色县前处 别查字典了 下者五色县前处叫做下 所以为什么出家人叫结下结下 就在决心能够现出种种感受非常鲜明的时候 那个鲜明叫做热 热感现前 决心最初能够入一切语言的时候 如春天万物在萌芽 那是春 然后感受强烈现前了 那是下 就在感受强烈现前的时候 你不能随感受流转叫结下 所以这样结下一定有人证阿罗汉 假如你随感受流转 那个感受之中 因为那傲热的关系 所以每个感受之中就生种种其他的种种蠕动 妄想妄动 那叫做夏天从多 从已多 你心中就是这样 世间就这样现 那叫结下 所以你能够在夏中 能够念念节制 结下之时 就是七月十五 七月十五就是什么 秋天 正秋 秋天什么 就是万物成就时 你能够在这种 这种炽热当下 念念节制 那炽热就在你心中 马上慢慢慢慢圆融 圆融到最后就变清凉 所以那一天一定有人证阿罗汉 他是在心性这样子说的 不是你三个月蹲在那里 就是阿罗汉 那不叫结下 所以那个真正结下 是真正证阿罗汉 能够转成清凉 但你要是不是在这里 不是在行者的心上 你在夏天过后 那个秋呢 就是肃杀之期 你要在行者念念节下 那种炽热 那种感受强烈处 因为节制的关系 感受最炽热处 慢慢慢慢都转成清凉 你看到那个秋 就是什么 就是成就之处 所以秋天是收成时 所以那天秋 七月十五 那个入秋之时 节下之时 才叫做自自佛欢喜 你看到决心 根本转成清凉 叫佛欢喜 所以你才始至过去的流转 叫举罪 始至众生 怎么流转的 所以叫自自 叫举罪 不然你说 天天大家在举罪 佛还有什么好欢喜的 自自那天 大家举罪 你在结下犯错 那佛还在好高兴 你们都犯错 佛有什么欢喜的 举罪是自信之中 举罪 知道过去怎么流转的 为什么你现在会知道怎么流转的 因为你已经站在决体这种看它 你才始至过去的流转 叶感 明白叶感 那叫结下 所以决心入五色时叫做下 就在五色开始现前处 于是你会发现心里面就开始什么 就不断的在这个上面感受中焦光 焦光就叫交易 变化 那叫商 商者 交易相 因为开始这样变化 所以他就开始普现前了 普遍现前了 叫做周 下商周 那普遍现前处 既然是普遍现前 所以每个感觉 每个感觉就开始流出 就和脉 流出向 那叫大汉 所以那也是什么 和脉正流出时 也是决心最圆明处 要圆明不到 能够称量和脉相时 就是每个感觉 它能流通时 那也不叫决心最圆明处 所以佛法使入中国 你的心中的中国 你的决心也是这样子入的 所以那大汉 既然是这样子的大汉 谁说汉教没东西 你说的那个汉是地狱的 地方的分别 我说那个汉是心性的大汉 你真能针就成就如是大汉 在心底上明白如是大汉 我才说你是玄秘的人 才说你是真正懂得密法的人 因为你能够担当和脉的流通处 能够担当大觉 随缘献出的和同相时 你心中守的就是根本的自信 无上大秘 那才叫大圆满 所以秘要在哪里献 秘要在显中学 显要在哪里成就 显要在发心的秘中成就 密不自密 约险说密 险不自险 约密说险 一心法门要这样子懂得 波罗密打彼岸 你将来才能够成就 才能够明白 那些人 在一起 你们工作在アル Evet 我们这是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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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